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假设生命是一种永恒 因为我对死亡这个事特别感兴趣 就是死了之后这一段过程 它是一种剩余的一个东西 一个种生命痕迹剩余的这个东西 完了近阶段吧 就现在我一直在关注这个 我来北京多少年的 从02年吧在北京 大约十多年的 外来影口 白天 这条马里的一位 艺术是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有的有的那个搞艺术整个假的正经 整个像挺牛逼似的 实际上就那点事 那扯几巴就说白了 所以为啥我感觉艺术挺好 艺术挺真诚 艺术那么 我从前年开始喜欢忽迈 它已经占据了我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 这种真诚是特别直观的真诚 就是也比较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我这头颜色行不行 哎疼肺 哎疼肺 那你上披萨找我得了 行不行 嗯 在窗口 然后我还当时呢 我还觉得 是不是我自己那个 看花眼或什么 我还特意往窗外看 然后外面也路灯什么都没有 都黑乎乎的 我自己有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是永远也解释不了的 所以我就不断地再去做 就是挺有感触的吧 这几年挺有感触的 就是 那会儿也 那啥 也那个 也没觉得它酷 我觉得这玩意他妈挺深沉 它里头有一些东西 是我恐惧的东西 是我害怕的东西 我主要是我害怕 害怕时间 时间太快了 哎呀 就是我这也是特别 特别迷信是人的 就是出于 我就是希望 我的希望就是人别死 就是挺好 嗯 嗯 嗯 阿弥陀佛